内地在港上市的高速公路股去年受疫情影响出行。 盈利普遍大幅滑落,成为表现最差的板块之一。 及至今年疫情基本受控,陆路运输回复正常,公路股的盈利纷纷大幅回升,但股值大多盈偏低。 其中,在山东省经营三条高速收费公路的齐老高速15762018年来港上市后, 每年都愿意派息,就算是去年亦正年。由于山东省内的客运和货运有所增加, 齐老高速的盈利仍有温和增长。派息亦略增,及至今年上半年经济复苏。 齐老的盈利同比大增2.78倍至4.08亿元人民币,折合每股20分人民币。 照例不派中期息。股价回升至2.3元的52周高位后有所等待。 仍未重返2.5元上市价。齐老高速去年全年盈利略增至6.21亿元人民币。 折合每股31分人民币。末期息增加至18分人民币。派息比率约为6成。 由于经营的高速公路已游上市时的1条增加至3条。 盈利进入起飞阶段。保守估计今年下半年盈利至少可与上半年持平。 積传年盈利略超过8亿元人民币。 折合每股不少于40分人民币。 约维持6成派息比率。 股息约24分人民币。 现价息率高达12厘。 齐老高速属于山东省政府旗下的公司。 上市后。 为改善管理。 控股集团两度逆手。 即将转由逆市省政府旗下在内地上市的山东高速作为控股公司。 将持有占齐老整体38.93%股权。 注入价约为每股两元人民币。 折合2.4港元。 收购的理由是为了理顺山东省内不同的高速公路公司同业竞争的情况。 今次收购仍有待山东高速召开特别股东大会批准才可完成。 为争取小股东们的支持。 山东高速管理层保证今后该公司的派息比率也会达到六成。 山东高速收购的齐老高速股份属于内资股。 不能公开竞价买卖。 只能由内部协商转让。 另外。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持有的内资股若占齐老的6%股权。 齐老高速在港上市可公开买卖的H股。 则以中国远洋海运持股最多。 占齐老整体30%股权。 属于第二大股东。 另外。 中国保证人受持有大约5%的股权。 中远海运等买大型国有集团。 不会轻易在市场买卖齐老的股份。 现时的股权属于过分集中。 日后需设法改善。 从发展前景。 盈利和派息等因素来看。 齐老高速现价明显偏低。 可收集代财息兼收。